这次我们的欧洲之旅确实是十分的整 一直以来我们这个人类 大概是从我们东方的记载 大概是八千年前 我们这个人类最早的记载 是从中国的福西市开始 就是有史可查 离我们今天大概八千年来比较 那么在这八千年中 人类都经过了怎样的一个变化 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些文物 或者一些文明的遗迹来进行一个总策 所以我们是需要去接训 人类这个人籍本初的那个文明 那么这次我们的欧洲之旅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任务 也就是接续到五千年前 五千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那么接续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时候 就让我们十分的震撼 那这个我们是从这次的这个埃及之旅 跟希腊之旅 以及这个罗马之旅 把它连贯起来可以看到一个脉络 五千年前的人类 东方人类 还有西方人类 他们花了巨大的代价 保留到今天的文明 在传递着一个信息 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个信息在指明着 我们人为什么托人 人类原本是要完成一个灵魂的生活 人活在这个地球上 根本就不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目标 就是吃好一点 唱好一点 做好一点 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很简单 今天的科学家发现 我们的这个地球围着太阳系转 但是太阳系又围着整个银河系在转 在五千多年前 我们人类还是进入一个银河系的黑暗 因为在太阳系在地球 在走的这个过程中 整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圆盘 所以它走到了一个 我们在地球 太阳系 这个整个系 跟银河的核心连接的这个通道过程中 全是大量的黑色的尘埃 然后从银河系转型射出的能量不能够直接到我们的地球上 在五千年前法老们就已经预知到通过他们的神通力 预知到接下来的五千年 人类会越来越来越来的堕落 越来越来的退化 越来越不像人 像什么 就是师神人面像 传递了一个信息 我们越来越像什么 畜生 并且这五千年的文明保留的目的 就是为五千年后的我们这一代人去应用的 因为人类只有进入 冲破黑暗带以后 自己才重新苏醒过来 时空到了2016年 今天 已经我们从黑暗带出去四年了 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是很高兴 还在追求着知情的惯性的思维意识 在逗落 在追求畜生的一样的生活 亲属于一样的生活 这是很明显的 这次我们从埃及 接续着文明 将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整体的苏醒 做出一个冲击 西方的文明经过了古埃及 到古希腊 希腊文明是从埃及里面到过去 那么最后到古罗马 那么最后才传遍整个欧洲大地的 这样一个漫线 那么我们这次希腊考证 埃及考证 古罗马考证的话 我们可以断定 耶稣基督所传承的 完全是古埃及的笔法 人古希腊 古罗马 名故事 我们想象的是从东方移植过去的 这种笔法 那么我们一直在寻找着西方 基督教系统 太宗教系统的试图传承的 都是他们的经过 之前我们在圣经中 没有找到 只是找到一些告诉你要去教堂 他告诉你要走进主的殿堂 所以真的你走进主的殿堂 主的殿堂 有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身体 这是你要去回归自己 在这里的身体 但是你的身体里面是什么 你是看不到的 这是他们用建教堂的方法 把你整个身体的结构 在教堂中站起来 你的十二一经宗 慢慢到 三十六个大学 你的这个 左右双肩的肩脊 靠定的返回 等等这些结构 就像他们利用教堂 把他完整的展现在教堂里面 给你的身体去 一一地相对相对 那么里面并且有大量的修炼的技术 那么也证明当时耶稣 传给十二门徒的东西 实际上不在圣地 不在哪里 在教堂里 那么教堂里藏着的秘密是什么 就是如何让你成为真主 如何让你获得永生 这是我们综合一下 从现在往前所能够数到的 所有的古圣献献就成为圣者的 这些人的高端智慧 都停留在不做人 而要完成花变 这样的一个高端智慧 还不是像我们现在依然的去要做人 并且做一个俗不可耐的人 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我们利用几百年的西方的科学 做了一句 建立了一套广顾的思维模式 思维观景 你要把它打通 你要重新建立一个 适合2013年之后的 新时代的思维模式 跟思维观景的建议 大家要对自己进行洗脑 把旧的那个肮脏的东西洗掉 换成全新的东西 这个全新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更加重视那个大希望 而不是仅仅重视那粒小资 所以在龙山南方斯的大理院中 旧的人类将终结 所以当时人类造成一个恐慌 说我们地球要爆炸了 宇宙要爆炸了 我们人类要死亡了 因为我们是旧人类 当然我们过去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死的是我们旧的思维模式 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 你的身体并不需要死一次 是你的思维仪式旧的东西 要死一次 要换成新的叫床生 这次我们去希腊 打开了这个周四神庙的室 打开了耶得那神庙的室 连通了这个光一天 连通了四天天 带着他们回去见了自己的老父老 是在天上的真正的父亲 所以我们就不够的心 感触特别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